第三部分,我們談的是捨 就是我們想要捨去一些資訊來加速我們的計算時間 因為我們這個問題的特性就是 我們要找的是保證S mean Ratio是2 而不是找Ademore的Solution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適當的捨掉一些資訊 但是只要不要把Ratio為2的答案捨掉就好 但是在這比較少的資訊裡面 我們還是可以找到Ratio為2 時間又可以把它減少 所以在第一部分 我們要把一個Edge Weighted的版本轉成Verted Weighted 我們這裡 在捨測的部分裡面 我們談的都是Edge Weighted Tree K-line Edge Weighted Tree 這是編度Weight 然後Weight不能太大 那我們要把它轉成Verted Weighted的版本 主要是因為我們想要套用那個 原本在VertedTree上面的一些演算法 把一個Edge WeightedTree 轉成Verted WeightedTree 其實只要把那個Edge Weighted往下推移就好了 推移的 在這推移的話 我們除了要讓它變成Verted WeightedTree 我們要讓它變成Binary 因為在後面我們會比較好分析 這個Ratio為2的結果 就是組成了這樣推移下去 把它分開 在這邊 在這邊裡面 下面的任何Partition的方式 其實都可以對應回去 T'都可以對應為T 可是 T並不一定可以對回來T' 就是說我的最佳的Ratio 它可能不一定對得回來 對 主要是因為 就是 Edge的Partition 它其實本來分割方式 容許度就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們像我們這個圖 就是說 藍色分成藍色跟紅色兩塊 可是這紅色 藍色跟紅色這兩塊 在下面那個就對應不出這樣的切割 因為你沒辦法在下面切一刀 就把這兩塊分開 在轉完那個樹的結構之後呢 我們去套用那個 1981那個Shift algorithm 其實Shift algorithm 後來想一想就發覺 它其實跟Balance 跟我們剛剛那個平衡的過程 其實很像 只是我們剛剛平衡過程 它是從那個 一個 比較 沒有順序的方向開始 所以我可能會推過去又推回來 可是這Balance 可是在Shift這裡 它是比較有順序 就是說一開始最大塊就是在一起 然後 其他的小的都在上面 然後我們每次移的時候 就是把一個 那個Cut 就是我們要砍掉的邊 一直往下移 所以這60 60 像這60它可以往左邊移 往右邊移 然後我們每次移的時候 都是選那個 比較大的那邊去移 960就會往右邊有31 好 移完之後 第一個Cut 它再往下移會變28 第二個Cut 往下移會變29 然後它移的過程就是 它是選移完之後最大的那個部分去移 所以它就往29去移 其實這個移的過程 它是每次 怎樣 我每次 往下一個移的時候 它至少都會 保留 那個 原本的一半以上 因為它都選大的邊去移 好 然後在這個biory的結構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 論真說 在這種移法裡面 它其實 會幫助我們保證 Ratial為2的解 然後Shift這個方法 它的時間複雜度 它的時間複雜度 k平方乘以那個 數的深度 因為它的Cut 就只會往下 不會再回頭 好 因為深度頂多是m 所以我們其實從這邊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 nk平方的一個解法 找到一個Mass-Min Ratio為2 然後 接下來 再把時間加快的部分 又是一個小觀察 我們考慮的Tree 它事實上是 Edge Weighting 但是 Weight不能太 就是說 不要超過平均的一半就好 所以我對於那些反而 很 Weight很小的 其實我也可以先把它 集中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 我就不要把它再分了 然後 集中過程大概就像這樣子 一樣用例子來展示一下 就是 小的就往大的 就把它集中在一起 小的就所以在一起 就小的力幅 就往上去推 然後使得推到那個 這個圖上有足夠多的 那個Heavy Weight Heavy Weight就是 Weight至少在那個 平均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這個圖有足夠的Heavy Weight裡面 我又可以就是論證 其實整個圖 它的那個邊數 它可以控制在O的K 然後搭配剛剛那個 Shift的那個方法 原本是Nk平方 其實那個N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K 就是K三次方 而整個那個 把它 這個數壓縮的時間 又是 BigOn 所以我就得到一個 N plus K qubit time的 演算法 那一樣嘛 就是 有一些解會消失 但是RatioA2的解 至少留下一個就可以了 然後第三部分 再看那個 圖 原本 還沒做這個問題之前 就應該說 還沒往這方向想之前 都覺得圖是比較難的 因為圖的可能性比較多 嗯 好 但是 我們 可能性比較多 其實相對來做 其實應該是選擇比較多嘛 所以事實上是比較 好 湊出那個RatioA2的答案 那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就 把圖翻圖 就把它轉成Tree 然後用Tree的演算法來做 這裡的 這個 專法 我們現在是用一個很像那個 BFs 那個SpendingTree的方法 可是 原本那個SpendingTree就是 BackEdge 我們就 不看 就不把它留下來 只是我們現在會把BackEdge留下來 但是有一些點 我們就會把它 那個 Duplicate 最後那種BackEdge的斷點 我就把它Duplicate 然後一樣的 我在這裡面 我的Atimal的結 就是說 Graph的Atimal結 不一定在樹裡面有 可是 可是樹裡面的結都可以對回來 樹裡面有Ratio2 所以就可以對回來 所以我雖然捨去很多的 可能性 可是沒有捨去Vratio2的答案 所以這 透過這小觀察 我就把我們的 那個 Vratio2的答案 就可以推廣到圖上 嗯